你怎么没答应我 我去亲你你都没反抗 我亲你手你没反抗 难道你不是默认了吗王美 江凯 我只要你这个人就可以了 你还要了我怎么说 我今天能来到这个舞台 我就要证明给你看 我是爱你的 我是喜欢你的王美 江凯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江凯 我们只是网恋 我工作配不上你 家庭也配不上你 别这么执迷不悟了好吗 王美 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我没有 王美 你把事说明白 既然如果你要是真心 想跟他分手 你真觉得不适合 你就让他死个心 又把这事说出来 我 我在 我在酒吧做 19的 那又怎么样呢 销售人员吗 可是我们这种工作 其实我觉得挺 挺机威的 那你自己看不上自己的工作 那别人还能看得上吗 这工作不是问题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我觉得我们差距还挺多的 就是我觉得不单是工作吧 就是 还有其他更多的 什么呢 都很不适合 你说清楚 说清楚 哪不适合 你既然要来分手 就请你说的坚决一点 你别藏藏藏藏藏的 到底哪不合适 万美 别再逃避了好吗 其实我都是画出来的 你能不能不找这么多借口了 王美 江凯 我实话跟你说 我真的长得很丑 所有的我都是假的 我就是个假人 你是说你素颜的情况之下 和现在相差很大 是吗 是 我素颜很丑 那你知道你的素颜的样子 迟早有一天会被看穿的样子 所以我就一直保持 跟他晚上约会 其实 其实我也挺习惯他的 但是我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陪不上他 那你今天来干嘛 我想给他 我想给他 你下来说行吗 王美 听他说 王美你什么意思 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他做一个选择 你是准备上场吗 如果他 能接受我素颜的样子的话 那我就上来 你是意思你要卸妆是吗 我想让他看我真实的样子 在内心深处 王美对江凯难以忘怀 所以 一直在晚上约会的王美 鼓起有气来到第二现场 接受江凯的告白 可是从小 脸颊就长满黑斑 王美非常自卑 虽然二人通过网络认识 可是我们感受到 她们的感情 纯粹真实 为了给予王美勇气 年代团的女嘉宾们 一致决定 谢去妆容 为她加油 那么 王美 会最终鼓起勇气 来到聚光灯下 素颜面对 江凯的告白吗 你愿意接受她素颜的样子吗 我愿意 只要她人到了 我什么都愿意接受 你想好了 我只要她一个人 真的 对 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四位女生素颜登场 好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在场的五位男生 来评价一下 这四位女生 她们和平时戴妆上节目 区别最大的是哪一位 应该是她吧 在我这个角度看 基本眉毛眉了嘛 其他的都很好 现在的一些化妆术 真的跟整容效果有得一拼 有一张那个化妆的图片 就一个女生 这么小 画这么大 真的 化妆 弥补了你们的一些缺陷 一定是比现在 从色彩轮廓都是好看的 但是在卸取妆容之后的那种轻松 和回归本质 往往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信任感 这种信任感尤其也是一种美 接下来到你了 那她装前装后 是不是会跟她们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再次确认一点 你要接受她素颜的样子吗 我接受 你确定 我确定接受 我只要她这个人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她的装前装后的差别 超过百分之多少 你是可以接受的 不管多少我都接受 即便她脸上曾经有过刀疤或者是别的一些缺失 你也可以接受 对 真的 对 如果她的前后差别真的很大 你选择留下 我可以赞美你真诚 你选择离开 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不要有道德绑架 最后再确认一遍 真的百分百都可以接受 百分百可以接受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江凯 你先等一下 我现在想 你现在做好准备看我的素颜了吗 做什么准备你出来行吗 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 你再考虑一下 我给你五秒钟时间 你不出来我今天最爱你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这不挺好的吗 你还站这儿呢 站这儿呢 站这儿呢 不是啊 掌声给她 让她鼓抬起头来 你平时有不化妆的时候吗 没有 都化妆 嗯 不就眉毛少点 有什么不对的吗 就是你不知道 我小时候长大 长大以后我才去医院做了去办手术 可是 可是现在我的皮肤变得好薄 这儿还有红血丝 哦 白里头红 与众不同吗 之后交了个男朋友 有一天她看了我素颜 就是没化妆的样子 嗯 然后她把腿就跑了 她说我是个假的 那天 除了以后我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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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每天都用化妆来演给自己 不好的一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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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听我把话说完吧 嗯 嗯 然后 我也没心思再接下一场恋爱了 因为我害怕了 所以自从三五跟江海认识 第一次约我的时候 我特兴奋 但我就特别害怕 这些话你跟江凯说过吗 没说过 那就不要再说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告白之间 你单独说给她 来江凯站在那 你 站在那 接下来是江凯的告白之间 王梅 自从我第一面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挺喜欢你的 后来跟你接触以后 我就感觉你确实是我最需要的人 真的 真的 你的长相 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你的温柔 你的直接 你的处处为我着想 就在你不跟我联系的多少时间 你消失的多少时间 我去过很多地方找你 我们玩的地方 我们约会的地方 我都去找过你 每一家酒吧我都去问 我说你认识王梅吗